蘇民長 要接下來我們要來討論這個婚姻品館的事情 當然 上台生日是要的慶庭去年 真正的婚姻長也很有誇張 可以說我們行政和立法部門 我們做法 推薦給台灣 夾做我們阿州 第一位婚姻品館的國家 我覺得這是我們祝大家 所有的台灣人 公平和驕傲的事情 不過 接下來 有一些行政 配套的一些措施 其實我們當分的家庭去遇到 都有來討論 譬如說討論有這個婚姻 新生日定期的問題 因為過去這個系統的設計 是說鄉親就要一欄一路 你才可以定期電腦的系統 所以當分的家庭 從鄉親 鄉親要去打他們的資料去的時候 所以沒辦法打進去 我聽說為何保 他之前有想辦法 要去條件這些事情 要有一個過度的措施 但是接下來 這些當分的家庭就開始反映說 其實有很多這些電腦系統的問題 包括這個新生育 這個特養的補助 還有這個補助 還有這個補助的頂貼 還有什麼 還有年中的時候要繳稅 過半年的時候 這些孩子 要去這個新生補助 要註證的時候 都有很多這些事情 這些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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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打他們的資料去 這些系統不知道 說這個有準備好嗎 另外不是這樣 再來 這個 其實在國外的這個 這個主要的代表處 他們也有 很多配套 要是說他們這個 網站都要不翻新 譬如說 我們這個 在歐洲的 這個代表處的網站 他介紹說來台灣 移親 申請給予款的這個方法 裡面 他的優緣 還要判定 是一南一路 的這個婚姻關係 他就沒去嚇到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 我們現在成為亞洲第一位 婚姻賓館的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很多 行政的措施 沒有這個 沒有配套 這些沒有堆 這個堆起來 所以說 是不是可以請議長 幾個一個 家庭 要是說 政府委員 要是說 是這個 為法部來去協調 這個每一個部位 可能有的這些 這個系統的問題 這些家庭 可能要定義什麼會 這些系統有 都糾轉了嗎 這個部位 可以請議長 給我們一個答案嗎 感謝委員的關心 任何人 有管理追求 他的幸福 所以 在當時 婚姻 這個事情 雖然當初 推薦的時候 台灣社會 面對新的情形 也有很多人 也感到 擔心 甚至 不能接受 但是很感謝 我們 整個社會 在幾年 幾年 通過 相關 這個法律 十萬年 涉及 七四八號 十萬年 這個法律 以後 我們整個社會 很和平 在這裡 很可以 接受 新的情形 到目前 今年三月 為止 全台灣 已經有 三千 五百 五十三隊 來做 當成 婚姻的 定期錄 你也覺得 我們社會也不變 也不亂 也不亂 爸爸媽媽 也叫爸爸媽媽 其實 很多地方 都可以接受 但是 有的可能 幾十年 他的標誌 是這樣 就是他的組織是這樣 所以 這方面 有的 我再來 要求 我 政府委員 拜託 劉冰成 劉建模委員 接著 上官部會 攀雜 看看 看對 也不夠 那委員 你很關心 所以委員 如果接受到 任何意見 還是 委員 發現到什麼地方 我們做了 還不夠 你就只夠 剛才可以趕快 改 這樣 其實在這裡也要說 笑 我自己朋友 有也是 幾年通過後 結婚 然後 今年也離婚 我就放心 我想說 要不然很煩惱 說 他們跟我們 異性的家庭 有離婚 當成 都很完美 很幸福 跟我們 異性的比較有問題 結果 其實都一樣 每一個家庭 都一樣 會遇到的問題 會遇到的困難 那是說會幸福 其實都一樣 愛情 那是說會遇到的問題 都是一樣 所以說我 剛才我有朋友 他去離婚 我說 你這樣說 我電腦是比較放心 因為 異性的家庭 離婚禮 到現在是比同性 還比較高 所以說 我還好 都一樣 我們 真的是 我們 台南有句說 一揚米 似百有人 齁 縱算 甘壁 也不一樣 所以 人 如果不一樣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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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們要做 尊重 不能說 我這樣 就都要照我 我們台灣社會 現在已經有進步到這裡 是 接下來 跟醫長討論 老婆年金 的事情 老婆年金 因為我們 過去 上一次 航空航的年金 改革已經過了 已經完成 接下來 老婆的年金 一定是更低 因為老公的 人數 比較多 尤其現在 老婆的年金 寄付 其實已經比較低 我們現在還要想辦法 要去調整財務的 穩定 要將它抗 比較低 這其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 我知道 整個老婆年金 但是也不能不改革 所以 這其實是比 公共搞得到 但是 我們不能為 改善 財政的問題 促進財政的問題 還不及年金的目的 所以說對議長來講 不知道你認為說 我們這個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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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共的原因 對你來說是最重要 還是什麼 我們就知道 老公朋友 實在說 對國家 經濟 進步 公演很大 創總統一載 說 這老公朋友 要特變照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民進黨政府 在三選時 說 建議 對對 你對老江年金一定負責後 蓋負負的責任 意思是廟棟 政府一定把國庫調 第二天 你看今年二月十一 也歷史性第一次 我們政府賣200億 因為這個基金 給他 這過去賣的200億 歷史性第一次 雙關 這問題沒辦法請報長 幫你報告 沒關係 因為我接下來是要針對進行 這個行政醫道有提過的 這個努勞年金的改革方案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現在為年金 我們要有一個年金的制度最重要 當然是為了要維持 我們每一個人民年老後 他的尊嚴的生活 所以說要維持尊嚴的生活 當然說 他的所得 過去所得的維持 要財政的穩定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 在討論年金的改革的時候 都在說要維持財政的部分 但是比較沒有去說到這個 化解 這個年老散車的問題 因為他本來的薪水比較高 他年老後 他拿 他過期所得的維持 當然就可以 有一個有尊嚴的生活 但是他如果過期就是 這個收益比較多的人 他年老後又拿過期 還有比較多的 這個只有一半而已 這些年金 因為我想要維持有尊嚴的生活 其實是比較困難 所以說 我是認為說 因為行政他之前有拿一個案 比較沒有去 我剛才說 我們維持所得很重要 但是另外一方便 為什麼維持那種最艱苦的人 有尊嚴的生活 讓他不要散車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去說到 不知道說可以 這次的年金改革 我們的版本 可以由這個部分來考慮一下 所以議長還是部長來說都可以 感謝委員 我相信 委員對這個 我們 勞工 怎麼樣維持 這個年老的尊嚴生活 其實跟我們勞動部 我看 方向是一直 當然我們現在 勞部最重要是財務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改善財務 也是要說 如何讓我們勞部 可以永續 我們這個勞工 拍拚到年老的時候 這個晚年的生活 不用擔心有憂慮 當然剛剛 委員所說的 現在對這個收入比較低的勞工 我相信我們的政府是 弱勢優先 所以我們在未來 這個年改 會重新做一些檢討 多方面來 從各個面向來作討論 看要怎麼改善 讓這個制度 可以永遠 也可以照顧到 我們政府改善的勞工 尤其是我們 比較厭世的勞工 我們可以 可以加一點 改善保障 我當然是 願望說 老闆部 也跟行政委 這裡可以去研究 譬如說 最多的保障 去埠 看有法度 最多的保障 可以讓這最困難的勞工 一定年老的時候 有一個最多的保障去埠 有的民間在計算 其實這也不會去造成 我們整個財務 很大的困難 因為這些人其實是優寒 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沒有說 散請的問題 以外 其實 在進行這個方案裡面 我們現在有在檢討 我也順暢要來講一下 就是說 方案裡面有一個 是優寬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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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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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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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派勤工啦 頂頂 這種人喔 你從最高的六十九月到185月的時候 這平均下來 他的負責金的金額就差很多 所以說我要說的是說 我們在改革的過程中 所有的人一定都有影響 但是如果這種人 在這個措施裡面 這些人平常就是不穩定的收集 改革之後 這些人受到的影響 更多的位 我是認為這個部分也是要檢討一下 我們看要怎麼可以來調整 別說這個改革之後 大家人都受到影響 但是受到最大的影響是這種不穩定的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不是 可以說我們這個新的 這個國會就新的這個會期 新的這個一次 可以說行政的檢討之後 可以把這些部分都做回來輸購一下 委員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 高壓的目的 就是要補強 這個行業 由來勒工這個軸 運氣 以萬里的經濟性化的安全 這是第一個目的 第二 一個制度的設計 就要設計它可以應援 應救 準修 設計一時的報應會 這個 不久等 這不是政府 第三 就是要公平 所以 就是 我們安專有打拚 我欠多少 領多少 就要我做多少 領多少 領領 這 不能說 不一樣的 都一樣 對 所以這三點 政府會以這三點完結 來設計 這 將來一定是 整個 來自國民 可能委員 也很有影響力 到時候 看怎麼 讓它可以更膨脹 讓它可以下這三點完結 國家 可以進步 社會可以安定 勞工可以保障 是 我想 那最艱苦的勞工 他也不是說他沒有打拚 所以說 我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這裡最艱苦的這點 還有包括他的收集 比較不穩定 他不要說是 他受到最大的影響 這樣就好 整個 財務的穩定 不要說 一時 好像說 大家都這樣 好像 在夜市 讓大家都中午 當然我們也不願望 是這樣的 但是 新的版本 就是我願望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 稍微減 尷尬 最後一個問題 也是我近前 幾年就有問過 就是說 我們上級工資法的 這個立法 不知道這個 勞動部 當時 有沒有可能 可以送一次立法院 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 最低工資法 已經是 送一次 第二次 經營 來 來深測 因為 這個 這個法 因為是 勞鎖到 我們所有的工 因為是 基本工資 這個部分 所以 他也很心中 在處理 所以我也 應該 適當的時間 我相信 行政院這裡通過 就可以送過來 我在這裡 當然也要堅定 我們政府 過去這幾年 其實 上級工資 都一直有在 調生 對勞鎖的照顧 都會有在關心 但是 我為什麼一直在 對 這個 對 幾年到 近年一直在 問公 上級工資 因為 雖然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 這個基本工資 心意 會議 跟 老公 跟 做 老公 找來 大家 做回來 討論 但是 這常常都 變成 在劃鎖 你 我 大家 找一個 平均的 所持 一些標準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有法 找到 一個 共識 想不到 這個 大家 例如說 你發了多少 我覺得不夠 在外面差 這就不意思 我覺得 如果立法之後 我們可以很清楚 比如說 務嫁 經濟 生長律 努動 生產律 平均新租 上面這些 基標 都出來 大家幾個 基標 是有 有這個 股數性的 這就是 一定要下 這個 我們的 法律 大家幾個 基標 是 參考 這把它訂 清楚之後 大家來開會 大家來參考 這個 聖結公主 的時候 就 製造 一個 環境 所以我 願望說 當然 我們繼續 保留 有 照顧 但是 法制法 也很重要 是 報告委員 其實我們 這兩年 基本公主 的討論 都是有 參科 我們的 社經指標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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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